嗨 大家好 我是Grace 今天呢 我們一起來更新 2021年度我認為非常好用的睫毛膏的Top5 那我上一次拍這個主題呢 大概也有兩年了吧 這一次的排名跟上一次的完全不一樣 真的是說我覺得這一年推出來的睫毛膏 真的是越來越好用 越來越強 那我先給你們看一下 我素眼的睫毛條件真的沒有很好 比較短 比較垂 質料又偏硬 所以我一般刷睫毛一定要搭配燙睫毛器 把我的睫毛燙翹了之後我才敢刷 因為如果我夾完馬上刷 它塌下來的速度非常的快 就是前功進氣的感覺真的是很令人不爽 所以如果你挑釁給我很像的話 我今天推薦給你們這五支睫毛膏 它的定型效果非常的好 影片開始之前呢 很推薦你們可以發我的IG 因為我很常就是在我的限時動態上面 和你們更新就是我遇到好用的彩妝品 我都會直接在這邊快速的講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發我的IG 可以收到更多的彩妝品的心得囉 首先第一款睫毛膏呢 是我前陣的代門評比過 送他們家的天生機場睫毛膏 這一款睫毛膏呢說實話說認真的 它真的是我只要用到它就會馬上帶我上天堂 因為你們看我四人的睫毛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我用完這支睫毛膏的睫毛呢 180度的大轉變 醜女大翻身 你知道整個睫毛哇 它那個精緻度它那個美感 說實話我化妝這麼久 真的遇到想要給它滿份的睫毛膏 就是SOLON這一支 因為我覺得它太好用了 首先我們先來講它裡面的纖維呢 是可以一直不斷的去延長你的睫毛 所以我每次在刷的時候呢 會在我睫毛的末端大概壓個一到兩秒 慢慢的把它戴上去 你會發現你的睫毛是一點一點的在長長 而且它製造出來的那種長度呢 是比較偏纖長款 所以它刷出來的感覺非常自然 很像是自己的毛瘤 也很像是去直截 所以我很喜歡它帶給我的妝效 再來就是一整天持妝 它真的不垂 我之前有帶你們走過將近12小時的實測 它的持妝度非常的好 不垂以外還不會暈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一支好用的睫毛膏 你要參考到它的刷頭 我覺得索隆這支刷頭呢 在我心裡面目前是最理想的 因為你們看一下喔 它的排列呢是比較分明的 所以它可以一邊刷 一邊去整理你的毛瘤 然後它的纖維呢 又可以一直不斷的疊加跟拉長 所以它刷出來 睫毛的那種精緻度是非常高的 那再來呢 就是它那個弧度啊 我覺得非常符合我們亞洲人的眼型 所以你可以一刷 然後從眼頭的毛帶到眼尾的毛 所以它上妝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再來就是呢 它的價格好甜喔 298塊官網價 但是因為你知道 我現在手上只有一支 我現在很省得用它 我害怕哪一天快用完 我想要閃亮登場的時候 它就沒了 所以我現在非常期待回台灣囤貨 那接下來第二個呢 我要推薦給你們的是 小凱老師他們家的 無重力非常防水睫毛膏 這個睫毛膏 我一直陸續的 他們溝通非常的久 他刷出來的睫毛呢 也非常的漂亮 但是真的要跟Solo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它是比較濃密的感覺 因為Solo你一直疊加 你的睫毛會越來越長 但是開Beauty的話 你一直疊加 你的睫毛會越來越濃 所以其實我覺得 他刷出來的感覺呢 是比較不像的 那至於持妝度的話 我個人覺得他也很會持妝 不暈 一整天也不垂 就是你早上的捲翹度 長什麼樣子 晚上就長什麼樣子 再來就是呢 他刷出來的毛流感 也不會有結塊跟蟑螂腳的感覺 那一樣帶你們看一下 他的刷頭 跟Solo他們家的刷頭 有一點免相 但是他的那個刷頭的長度呢 是稍微偏短一咪咪的 那開Beauty的話 我會排第二名是 因為我覺得 Solo的那個仙藏感 實在是太自然了 開Beauty他刷起來的妝感也很漂亮 但Solo他那一款 實在是太自然太好看了 所以我稍微調整了一下順序 就是本來開Beauty是第一名 但現在Solo 那真的硬要講缺點的話 我覺得開Beauty的話 價格是比較貴一點 因為他一支是580塊嘛 Solo幾乎可以說是他的半價 所以他的價格定價比較高 再來就是我覺得他的質地偏頑固 像我一般在使用卸妝 有卸這支睫毛膏 如果說沒有那種很詳細啊 然後花比較多時間去 按摩我的睫毛膏的話 基本上水沖掉 我的睫毛上還是會有一點點殘妝 但是我覺得總體而言 他在我身邊的分數也非常的高 如果說滿分是100的話 我會給他到92或93 那Solo的話可能就是95跟96 就是他們的差異性是非常低的 好那接下來第三支呢 我要推薦給你們 也是最近新上市的 Amimi他們家的 我愛長翹抗云睫毛膏 他的綽號呢 叫做太陽花睫毛膏 我覺得啦 這支睫毛膏呢 有一點點像Solo 先說刷頭的部分呢 都是走那種 很分明的排列方式 所以他刷出來的睫毛也是比較偏纖長款的 然後他的弧度 我覺得跟Solo也非常的像 我這樣兩支放在一起 你是不是不知道誰是誰 呵呵呵 他的弧度跟Solo也很像 然後長度呢也蠻像的 所以他也算是那種 可以一刷到底的睫毛膏 那再來就是 你們可以看一下 Amimi這一支 睫毛膏它裡面的纖維感呢 是比較強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纖維啊 營造出來的纖長感 也蠻厲害的 但不及Solo的那種 自然鮮長感 那再來就是優點的地方 就是他的刷毛比較分明嘛 所以他刷出來的睫毛 也還蠻整齊的 可以一邊整理毛瘤 然後不容易結塊 雖然說有纖維 但是呢 他也不容易長蟑螂腳 嗯 再來就是他非常不暈 可是有幾個點就是 他會有一點小掉纖維 但是他掉的幅度沒有這麼的高 比方說像我今天一整天 10到12個小時持妝好了 掉纖維的頻率 大概就會發生個那麼一兩次 持妝度非常的好 一整天在外面 不會暈 但我覺得捲翹度呢 還蠻有感的 就是你一整天下來 他會有一點點自然垂降 欸你會發現說你的睫毛有垂 但是他還是翹的 所以要比起前面那兩款 我覺得他的捲翹度呢 比較沒有這麼的強 顏色選擇上非常的多 有黑色 我手上這隻黑色 然後有棕色 也有那種偏紅的棕色 我覺得也很好看 那至於好不好線呢 我覺得非常的好線 眼唇卸妝液啦 或者說睫毛卸除液啦 甚至你用卸妝油 稍微戴個兩三圈 他就可以很輕鬆卸掉 卸完之後呢 不會有殘妝 接下來第四款睫毛膏呢 他其實上限一段時間了 就是ETUHOUSE他們家的 極限萌俏搶眼睫毛膏 這個睫毛膏呢 欸跟上面三款呢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你們可以看一下 他的刷毛呢 排列的比較緊湊 所以他刷出來的 睫毛妝感是比較有分量的 是比較偏濃密款式的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是屬於 睫毛比較稀少的人 或者說你的睫毛比較細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睫毛膏 因為他真的可以讓你的 就是睫毛看起來非常的豐盈 很有分量 他的定型效果也非常的厲害 像我今天早上夾翹 然後燙翹了之後馬上刷他 欸他的那個捲翹度就會維持在那邊 一整天都不會垂 而且也超不暈 就是我的眼尾是會出油的 然後我沒有習慣性的去搭配什麼 眼部打底膏 我自己是沒有那個習慣 那基本上我這四支睫毛膏 是都不暈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防水防暈的效果 真的非常的好 這一支也是 那這個睫毛的話呢 我覺得他還蠻快乾的喔 所以如果說你一個地方 一直重複刷的話呢 基本上技術性上喔 會讓你的睫毛有一點小結塊 可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個是技術性上的問題 如果說你今天是正常的刷的話呢 基本上是不會結塊的 所以這個點 就當然還是要拿出來和你們講一下 那再來就是呢 我覺得他非常的持妝 那相較下來也比較難卸一點 像我非常喜歡用睫毛卸廚液嘛 他的話單純使用睫毛卸廚液是卸不掉的 我睫毛卸廚液刷完了之後 我還要再搭配卸妝油去卸 但我覺得你要他很持妝 然後又不頑固的話 基本上應該沒有幾支睫毛膏做得到 但他真的是很持妝很捲翹很定型 但相較下來就比較頑固 所以這個點我是可以接受的 剛才我和你們說過 我一定要搭配燙睫毛器嘛 那像我剛才和你們的那三支睫毛膏呢 我刷完了之後 我還可以再搭配燙睫毛器去整燙一下 但這個睫毛膏不行 你刷完了就刷完了 你再拿燙睫毛器去燙它 你的睫毛會從100掉到0 它會圓形畢露 就是你要重刷 我覺得那種感覺還蠻不爽 所以這個睫毛膏呢我覺得它有有缺點的地方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習慣去做評估 但是我覺得跟前面那三款不一樣的是 它的妝感是真的比較濃密 然後比較讓你的眼睛有那種放大跟精神很多的感覺 好那接下來第五個睫毛膏 我剛才要拍第五個睫毛膏的時候想到不對 我還有第六個想和你們講 就是也是今年新推出的 那我就在中途多新增一支睫毛膏囉 總共有六款要推薦給你們 好那第五個睫毛膏呢 是KATE他們家的極致大眼睫毛底膏 好這個睫毛底膏其實它也上線非常久 但我一直有在用 因為我要試很多不同的睫毛膏嘛 如果說真的踩雷 就是試到我不行 一刷馬上垂的那種睫毛膏 其實我不會丟掉 因為我通常搭配這個睫毛底膏 後續搭配任何一個睫毛膏 一樣可以維持捲翹一整天 它真的可以讓你的睫毛超定型 然後呢也可以珍藏你的睫毛 甚至你一直重複刷 也可以讓你的睫毛變得比較有份量 也可以營造出那種豐厚感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支可驅又可生 可以纖長也可以濃密 那我個人覺得這個很好用 我自己身上吞了兩三支 那當然這個睫毛底膏 真的硬要想一個缺點的話 就是它的顏色是白色的 如果說今天你手上 唯一唯二的睫毛膏都快沒水了 然後你再疊這一層 睫毛底膏上去的話 把顏色蓋不過去 可能就會有那種黑黑白白相間的感覺 就大概類似我眼睛這樣子 就是那個濃密度呢 是看起來很不飽和的 但就是顏色這一塊 你們可能要稍微評估一下 好那接下來第六個 我要推薦給你們的是 艾杜莎他們家的 魔術捲翹睫毛底膏 這個有資訊他們分享過 欸我最近也很愛它耶 因為它是那種順域草紫色 可是我覺得在我的睫毛上刷完之後 看起來很像灰色啦 所以其實它也是比較偏深色系的 就可以去cover掉 我剛才和你們說過 KATE他們家白色的 一個短缺 就是你手上唯一唯二乾掉的睫毛膏 你就算顏色沒有辦法完全覆蓋 基本上你眼妝乍看之下呢 不會有那種顏色不飽和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呢 它對於睫毛也是有 定型跟延長的效果 然後你多刷幾下呢 它也可以讓你睫毛看起來很豐厚 艾杜莎這個睫毛膏呢 你們可以看見它的刷頭 跟KATE完全不一樣 它走的是一個比較扁平 然後鋸齒狀的感覺 所以針對如果說你的毛流比較亂啊 欸它真的可以有效的整理 就是讓你的毛流看起來比較滋讓 然後一邊整理 還可以一邊定型 所以你的睫毛刷起來 Always根根分明的感覺 那再來就是他們家的那個 睫毛底膏是有纖維的 所以它也可以去延長你的睫毛 而且你重複刷 它也可以去封厚你的睫毛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睫毛底膏 也非常的好用 再來就是它也非常的不暈 而且它可以讓你的睫毛 捲翹度一整天都維持在原地 表現得非常的好 那為什麼會把它擺在第六名呢 因為我覺得跟KATE他們家睫毛底膏比的話呢 KATE他們家睫毛底膏 營造出來的那種捲度 還是比較自然 因為它們都有延長的效果嘛 KATE它是會有點上揚的感覺喔 但是愛杜莎的話就是直直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它的捲翹度 營造出來的感覺是不太一樣 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喜好去做選擇啦 所以我個人還是覺得 KATE它的那個延長的感覺是比較自然的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 那以上這六支睫毛膏 雖然說開頭我說五支 但結尾是六支 我覺得這六支都超好用耶 如果說你沒有用過的話 真的大力推薦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推薦給你們囉 那如果說你們有用過什麼心得 或說你們有覺得 哪一些睫毛膏也很好用 我沒有分享到的話 歡迎你們都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你們喜歡這樣子的評比的話 不要忘記在這邊按個大姆哥 因為我定期都會看 哪一些影片的大姆哥比較多 就代表你們比較喜歡哪幾支影片 大姆哥多的話 那個單元我就會留下來 趕快按大姆哥告訴我囉 那如果說你們還沒有followig的話呢 你們可以在這邊找到我 GRACCHANG602 我的生活動態還有我對產商品的心得 都會快速更新在這邊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